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先問一下 江醫師 芹菜很紅 這個不只是作為料理調味提釉 事實上很多人打比方說蔬果汁 什麼養生精力湯 芹菜也都是基本選項 然後生菜沙拉裡頭也有很多 那他當作調味料吃也有 那譬如說這個熬很多羅宋湯 燉牛肉的時候很多時候 他也是這一個很重要的食材選擇 那事實上芹菜確實也是現代人 如果你有山高的話 事實上也是一個非常方便 而且容易 而且是有幫助的食材選擇 其實芹菜本身 不管芹菜籽跟芹菜本身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動物實驗 能體試驗 證實他在山高上的幫助 我想我一個病人55歲 那他吃高血脂藥大概吃了六年 然後最近三年來背痛 然後他就看了很多科的醫師 那最後聽到人家講說背痛 會不會是腎臟病就跑來 不過這就是一個大誤會 我們腎臟病大部分都是不會痛的 不過他誤會跑來 那你也知道我們腎臟科就很怕止痛藥 我想一想就跟他講一講說 我懷疑你會不會是吃降血脂藥造成的背痛 因為在研究裡面降血脂藥 當然上市研究好像肌肉的問題不多 背痛問題不多 可是真正後面做的獨立研究 有一個研究報告到75%的人會產生背痛 所以我叫他說你先把你的血脂藥停掉 好啦我跟你講停了一個月之後 背就不痛了 所以那個三年來的背痛就不見了 不過馬上又回來找我為什麼 鞋子不要高 對他看到鞋子又高起來 那鞋子沒有藥可以換嗎 不 最有效的藥是目前他在用的會造成背痛 這些所謂的Stardine類的藥 那其他藥效果都不好 當然還有注射藥 那副作用就更強我也不敢推薦 那最後我就跟他討論說 好那我們就把你的血脂拆開來看一看 到底你的壞的檔固是LDL低密度血脂蛋白高 是他裡面的哪一個分支高 因為低密度血脂蛋白可以切成五塊來看 那只有有兩塊有問題其他的沒問題 就一抽他的小窩濃的血脂蛋白SDLDL還是高的 好那就還是要干預啊 因為不干預怕要影響到血管的健康 所以呢我叫他說你可以使用SDLDL 在研究文件上甚至有效像芹菜 像燕麥像酪梨像開心果都可以降低他 那這個病人聽我的話吃了三個月之後再檢測 他的LDL還是高的 可是SDLDL就已經回到正常了 所以證實說對於這些血脂異常的病人 吃到都是副作用的 你真的不要再堅持 你可以用其他食料方法還是給改善問題 而且他這我剛剛講那四種食物 他也不是天天吃四種 他是四天換一種而已 所以也是很輕鬆 那芹菜大概最主要的壓很出名的就是降血壓的作用 來自於他的高甲 其實他也還有很豐富的礦物質 他的鈣鎂都算是不錯的一個蔬菜 那更不要講說他含有很低的熱量很高的纖維素 那纖維素台灣人一天吃30克 吃到15克的人就很少見了 那降膽固醇的食材其實必必皆是 那很多做過的研究 整顆的玉米洋蔥蘋果黃瓜芹菜海帶 還有剛才我講的所謂的開心果燕麥 他都可以明顯的降低壞的糖果醇 那江醫師也要分享 琴燦因為富含膳食纖維 對於台灣這個眾多的糖尿病患者來講 也是可以經常使用的食材 我有一個糖尿病病人48歲 他糖尿病第三年然後就被要求要打針 他這個傢伙又怕痛 因為很奇怪 男生大部分都比女生怕痛 可是女生生產過男生很怕痛 他就很不甘願 那又跑來找我看 那我就跟他提一下 就是說其實糖尿病他是一個 胰島素阻抗的疾病 你只是打針其實是會增加胰島素阻抗 越打會越多單位 所以會變成拔不掉 趁他現在剛開始打 那我叫他開始做一些簡單的食療 我叫他吃飯的時候要配茶 我叫他飯後要出去走 然後叫他多吃什麼芹菜 葫蘆瓜 火手瓜 絲瓜 然後還有這些東西 像剛才講芹菜 秋葵 洋蔥 黑木耳 那山藥這種年年的跟秋葵一樣的東西 都有降血糖的效果 苦瓜是靠苦瓜生態 海帶本身連著黃質等等 也可以降低血糖 那這個病人 大概我花了四個月吧 把他16國際單位的每天的 胰島素注射把他整個停掉 那又花了接近三個月 才慢慢把他的血糖藥 減到剩下半顆 所以你看看這個 其實年輕也是個本錢 你看他減藥 其實算是在七個月左右 就順利減到剩下半顆藥 也算是蠻順利的 所以證實一點就是說 不是糖藥病都一定只能靠藥物 你靠你的生活形態改善 你靠你的吃飯的形態改善 你吃的食物的種類的改善 你就可以好好的控制住你的血糖 江醫師也要分享 青菜富含甲離子 所以剛剛才會說 舉例來講 如果是三高的患者 或者高血壓的患者 他事實上適度的攝取 他可以從飲食當中 協助他血壓的控管 可能你們臨床上 要特別提醒的是 在台灣有一種人 攝取甲離子的時候要灼量 那這種就是腎臟性的疾病 那蔬菜水果其實富含的甲離子當中 腎臟病患者在食用的過程 就要控制好腫量 不只腫量的問題 芹菜是非常複雜 對於腎臟科的病人 我有一個36歲的病人 第三期來看的時候 然後來經過治療之後 回到第二期 那有一陣子 他突然間又膝關節腫起來了 然後他覺得 第二期應該沒問題了 他就開始吃止痛藥 那吃一吃 突然間發現說 大病變黑的 然後就剛才跑到急診室 結果急診室 一看出血 可是他熊素其實沒有掉很兇 大概從正常的十幾 掉到剩下九 那甚至還出血都不需要 可是問題是 甲離子已經竄高了 因為之前的止痛藥 削弱他的腎功能 那他為什麼這次會發作 你知道嗎 因為他吃了止痛藥之後 他擔心自己腎臟不好 他覺得說吃止痛藥我要排毒 所以他就拿芹菜汁來打 他忘記一件事情 芹菜素本身在生的情況下 他會抗凝血 所以芹菜素吃多了 他又再加上那個 止痛藥的三味的效果 就在胃炎腸就大量出血 那我們要知道像這樣的病人 因為生活的人衰退 然後同時合併高血甲症 到最後這個病人事實上 我們動用了洗腎機 才把危機解除了 不過當然他這種東西 是急性的血甲升高 後來也沒有繼續洗腎 只是這些人吃芹菜要注意了 身熟你要再考慮一下 譬如說你做過新導管的病人 新房蛋糕病人 你要吃那個老鼠藥抗靈劑的病人 他本身對K2就維他命K2 像芹菜裡面還有相當量的維生是K2 維素K2耐熱 所以你即使煮完了 他還是有效果 可以對抗你的藥物 那相反的有一些人 如果怕初血的人 他就不適合生吃芹菜 因為芹菜的芹菜素是有抗凝作用 所以他生的跟熟的 對血液凝固是完全相反的作用 所以如果做過導管手術 或者支架手術的人 然後他們可能心臟科醫生 會給他們專業的用藥 那有在使用相關的藥物的人 就要留意這個 那這個 因為通常用藥都是飯後吃嘛 那如果飯前先吃的這個 然後飯後再用藥 那可能某一些交互作用就會發生 不 躲不開 因為維生素K2的人體半生劑長 所以你一天你沒吃到芹菜 它就可以影響你 這些抗凝劑的效果 對 那芹菜素本身對於抗凝血的作用 又跟你的保酸通跟R4P0 這兩個會交互作用 那R4P0跟保酸通的 在人體的作用時間10天 所以你也避不開 好 所以譬如說我是普通人一般人 我如果早上來一個精力湯 綠拿鐵或者芹菜汁 我是OK的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他放過支架 他放過導管 然後他早上來一杯芹菜汁 搞不好會要命 對 有可能會造成出血 而且血是止不住的 好 所以真的 為什麼很多用藥 你在用藥的過程當中 你都要跟醫生確認 不然你不知道這一些知識 你可能早上喝一個綠拿鐵 喝一個芹菜汁 喝完之後就吞一下你的藥 對 真的 很多人早上 沒有 我的病人就自我醫療 他認為吃到有毒的東西 關節吃要吃止痛 要是有毒的 對 他就跟你自己去解毒 他自己當醫生 好 真的 所以這個用藥要接受 專業醫師的指示